第740节,有限及无限的自己,赛斯更大的实相,以及圣诞树登串的比喻。 1975年2月26日星期三,晚上9点35分。 在昨晚的ESP班上,珍告诉他所有忠实的学生,他们有些自从珍在1967年的夏天开班以后就跟着他了。 直到我们搬到坡居并且安顿下来之后,课才会继续,不论那要花多长的时间。 刚刚在课之前,珍开始渐渐挤进一种与他的赛斯出神状态不同的意识改变状态。 他双眼闭着,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他感觉心理上有一个形状像电视屏幕的东西在他右边,到现在我开始写下所有我能写的。 而现在他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或他与这客有没有任何关系。 他停了一下,然后以过去式继续说。 他来得离我很近了,我穿过了他,走下一条长的泳道,在里面有线圈式的东西。 他们对我做了一些事,治疗的事,然后让我落回到我的椅子里。 我感觉到赛斯是以迷你的样子在这个泳道和隧道里,而他看来像你画中的他,只不过是全身的罢了。 回到现在是。 哦,他向前来,然后又撤退了,来去的真的很快。 但以某种方式,在这件事里的赛斯是在幕后。 现在这个迷你赛斯转了个身,走开了,走出了泳道,而进入了这个像个雕像似的,了不起的大赛斯里。 然后,在这个赛斯的双眼里,有两个小赛斯向外看,这两个形象都像你的画像。 现在他们爬出了眼睛,以他们的身体,他们在大赛斯的头上做成了一个花环,他们背靠背,像一对书家坐在上面。 停顿,眼睛闭着。 哇,一整群这种小赛斯爬到那巨头的顶上,却是在完美的姿势里。 他们像雕像般的客举风格,但却全是真的。 而赛斯将加以解释。 真突然地说,显然十分地惊奇。 这些小形象在大赛斯的头上面对所有的方向,我知道这不正确,不是一个好的比喻,但他们像一个塔尖上的剪嘴。 现在他们都很远了,我从未见过巨大的赛斯之全身,头与双臂最清楚,那整个东西与我的距离是不可丈量的。 在另一次停顿后,好了,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上课了,但直到赛斯开口后,我才知道他会不会解释这个现象。 鲁博以一个特定的方式看见那些形象,以便他能了解有关心灵的本质至某些资讯。 从来未被鲁博清楚地瞥见的我自己的巨大形象,代表了我自己更大的实相。 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那个身份无法被充分地表达在任何一个形式的界线里,你们的也一样。 鲁博看到许多我的迷你版本,在他的内在视觉里,这些显得像是一模一样的, 只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认出他们为我的一部分,但他们实际上每个都是彼此相当不同的。 每一个都涉足于他自己实相的范畴里,每一个都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追求自己的方向。 这些赛斯们之一诞生在你们的时间与空间里,那个赛斯然后播种他自己。 可以这么说,在你们认知的时空环境里,世世代代地出现,送出他自己的分支,探索俗世的经验, 而尽他所能地发展那些最可以在一个生物范畴之内开花结果的他自己更大身份的那些潜能。 那一个赛斯被赋予了他自己内在的蓝图,那个蓝图给了他关于他潜能的一个概念, 以及那些潜能如何能以俗世的说法得到最佳的实现。 如我以前说过许多次的,自己是没有局限的,所以他能由他自己分裂开来,而没有变少。 这个赛斯在一个或更多世纪里可能出生两后三次, 然后,以你们的说法,在五或十世纪里都不再出现。 不过每个赛斯会是完全独立的,而每个出现意味着一个新人格的创造, 而非只是一个旧人格的新版本。 每个都会天生地觉察他自己的潜能及背景, 但每个会对准那所谓背景的特定一点。 在这儿,我所说的适用于每个读者的更大身份。 因为你们通常是如此担心地维护你所认为的你的身份, 我们才用像转世的自己或对等人物的说法。 不过,如果你真正了解你的个人性这本质, 你会清楚地看到,如果我说你独特的是你自己, 你的个人性有一个永不会被攻击的,不可毁灭的有效性, 而当我又说你在同时是与其他的身份相连, 每个都如你自己的一样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话, 这里面是没有矛盾的。 你们昔于以外在组织性的模式来思考, 你也许在一个时候住在一个城市,一个州及一个国家里, 但你不会认为你在这些范畴之一里的在场与其他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矛盾。 所以,你住在心灵的组合当中,而每个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你可能认自己为意大利人,虽然你住在美国, 或美国人,虽然你住在非洲,或中国人,虽然你住在法国, 而你颇能维持住你的个人感。 所以,心灵的家族或意识的家族可以被想作是心灵内在国家的国人, 共享也许与你的表面生活所居的实际国家没多少关系的传承、目的与意图。 在每个国家里,人们出生在一年的任何一个月里, 所有那些在挪威的人并不一定生在一月或八月。 同样的,任何既定心灵家族之成员散布于全球, 遵照内在的模式,而那是不一定与目前了解的其他问题有关的。 某些家族特别喜欢在某些月份里出生, 但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可以适用。 的确有一种内在的秩序统一所有这些问题, 但那内在的秩序并非定律的结果, 却是自发性的创造之结果流入成他自己的那种模式。 你看到在任何既定时候的模式,而试着由它们造出定律。 我在试着伸展你们的想象力, 并且试着帮助你们丢开僵硬的观念, 它们真的使你对你们自己实相的幅度视而不见。 再说一次, 你们在生物上是配备好, 去比目前多得多地感知那个实相。 你并非一个迷你自己, 附属于某个超级存在, 永不能完全地分享其实相。 以那种说法, 你就是那个超级自己, 只由一只眼睛看出来, 或只用一个手指头。 这大半都非常难以用言语表达, 你并不附属于什么巨大的意识, 可是当你以这种说法来想的时候, 我必须讲到转世的自己及对等人物, 因为你害怕, 如果你爬出了你所认为的你的身份时, 你就会失去它。 10点11分, 我认为赛斯的传述, 尤其是自从9点53分之后, 都非常地精彩, 见名额要。 真相当热切地传述, 在最后十分钟明显地慢了下来。 天啊, 他说, 快到最后时, 我在得到赛斯或我都无法说出来的东西, 在我的思想模式里, 他找不到任何东西来表达他想说的, 我模糊地感觉到他, 但对我的心理经验而言, 他是相当陌生的。 至少在这一刻, 我无法回想起他以前在课里, 曾以那种方式说出这种概念。 然后, 等等, 我又开始得到关于他的一些东西。 真突然说, 他在我的思想系统里找到了一些他可以用的东西。 他低着头坐着, 我现在正在得到一大堆东西, 我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 他笑出来。 当我有这个感觉, 如果我揉我两眼之间的这里, 你知道那第三眼的玩意儿, 我可以得到多得多的信息。 珍并没揉他的眉心, 而没有离开他的椅子, 他在几分钟之内又回到出神状态了。 他的眼睛闭着, 他的传达是如此低沉, 以至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用他的赛斯声音。 在10点15分继续。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以一种新方式来表达关于自己的一些观念。 在他自己的心灵的政治里, 鲁博曾从他的心灵图书馆里拿出关于官方及非官方数字的一些资料。 在一个既定数列的每个官方数字之间, 鲁博看到真的是无限的空间, 无限小的变成了无限。 以同样的方式, 最无限小的自己是无限的, 而扩展到他自己极限的最有限的自己是无限的。 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无限的自己这一部分, 那个无限的自己在你们的实相里以一个有限自己的系列的样子出现。 可是在那被感知的实相之下, 每一个有限自己扩展到他自己的限度, 他自己也是无限的。 现在这是给那些书的一个好想法, 但有不同种类的无限, 有并不碰头的不同种类的心理性无限, 那是说他们分散到他们自己无限的方向上去了。 只要你相信作为个人你属于任何系列的话, 在你自己看来你就是有限的。 你们以线性时间的想法来想, 而要在想象你更深的实相里, 你最多只能考虑在时间内的转生。 这是一个焦点的问题, 你通常与你自己的外在, 并且与世界的外在认同。 举例来说, 你通常并不会与你身体的内在与其器官认同, 更别说其细胞和原子了, 但在那个方向存在着某一种的无限性。 如果你愿意与你自己的心理实相认同, 跟随思想与感受相内的结构, 你会发现一个相内的心理无限性。 这些无限性当然会伸向一个无限的过去及未来两者, 但真正的无限性伸展到远超过过去或未来, 而进入所有的可能性, 并非只是在时间中笔直地向前或向后。 在你认知的每个片刻里都有一种无限性, 就如数字上来说, 在你认知的任何质数的背后或里面也有一个无限性。 你自己有无限个版本, 但没有一个否定了其他的, 而每个都与其他的相连, 并且互相帮助支持。 还有其他你们没去跟随的, 十分合法的数字系统。 以那种说法, 鲁伯曾学到, 或物宁说, 鲁伯正在学去取代一个数列, 由一个将信息带到另一个, 可以这么说。 不过, 这些全都不离正常的生活, 不论他们想不想在未知的实相里谈到这点, 鲁伯与月色两人都已学会 把资料连贯起来。 因此, 涉及在由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的 简单行动里之暗示, 就变得明显起来。 他们并非数学家, 他们也不会以统计学分析的结果。 但, 我告诉你们, 在你们日常生活里所做的行动, 的确有无尽的效应, 而我并不是随便用这个字的。 关于赛斯所说, 有关真和我由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的简单行动, 这也包含了所有其他牵涉到的人们。 在前五节里, 我插入了刚刚足够的房子关联, 以指出在这个范围里, 对我们而言有什么事情具体显现了。 关于这种相互关系, 我们的清单至今包含了不止40条, 而且继续在增加。 不过这些有许多是有几个相关事件、 人物等等组成的。 因而, 如果我们选择去那样做的话, 可以合理地再进一步细分下去。 当然, 真和我并不把组成我们房子冒险的那些因素 一律归住巧合。 同时, 我们并不计划在统计学上对他们做些什么, 有这么多的变量在场, 以至于对每一个设计的个人需要个别的分析, 而在每个因素里设定界限, 好比说, 要被考虑的项目之数目。 那么, 时间的界限又如何呢? 的确, 就我自己而言, 整个房子事情的起源是在我幼年的时候, 超过半个世纪以前了, 但真因为比较年轻, 会指明相当不同的时间限制。 一个问题, 每个个人的分析做好之后, 可不可能把它们全都组合成一个综合的母群体? 我想, 这样一个方案将是兼具的, 而本身就要用掉至少一本书。 想象一串不同颜色的圣诞树灯, 全都在一棵树上发光, 在这一串灯里, 要是一个灯不亮了, 其他的仍持续发光, 你们对那个安排是很熟悉的。 不过, 在我们想象的这个类组里, 有许多这种灯串, 而当在一串上的一个灯灭了时, 它几乎自动地出现在另一串上。 一般而言, 在任何灯串上的灯全都同时亮着, 除了那些偶尔灭了的之外。 假装你是非常细小, 并且小而缓慢地在树上移动, 因而你在一个时候只看见一个灯, 那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灯存在于另一个前面, 而每一个对你的焦点而言都是如此的灿烂, 以至于它遮掉了在它之前及之后的灯。 不过你对你以为看到的灯, 也许有一个朦胧的记忆, 所以你想, 啊哈, 我看见的灯泡是我的人生, 但我确定很久以前我曾有一个不同的人生, 而也许另一个人生还在我前面。 但除非你向后退到离那棵树很远, 否则你不会了悟到那整串的灯 是同时存在的, 你也不会了解当一个灯光在一串里熄灭了之后, 它会出现在树上别处的另一串里。 如果你还更小, 那么任何既定灯泡本身, 也许看起来根本并没发出一个稳定的光, 却是一系列的波, 而你也许把你的人生与任何既定的波认同, 因此, 在一个波与下一个波之间, 你可以感知到很大的距离。 体验那种系列会导致全然不同类的感知方式, 在其中, 无限性存在于它自己的一个尺度之内。 一棵树可以被绕以灯串, 而每一个灯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波之系列, 把那棵树装饰起来的人们可能经验一个圣诞夜, 同时其他的意识对准了其他的系列, 可以经验到无尽的时代, 而它们的感知就与那些竖起那棵树的赏灯人之感知同样的合法。 这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比喻, 但我想要指出这点, 那就是说, 种种不同尺度的觉性包含了它们自己的无限性, 不论它们可能显得是多么的有限。 所谓的灵魂与在空间与时间里的大小或久赞并无关联, 除了在那些范畴里它们与之结合以体验的之外。 住一, 在本书的卷二里, 赛斯讨论它实相的蓝图好几次, 见第六九六节。 住三, 在所有这些课里, 真以前只有一次提到过玄秘传说里的第三眼, 在第六二一节里, 而它在那时也有一点困窘, 在附录十九第六二一节开头的节路, 以及其后的柱, 在那柱里我预测到, 它可能拥有的什么直觉性知识, 导致它在那个时候谈到第三只眼, 我们又再一次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而并不想去调查它们, 就与那时一样。 住四, 我们认为赛斯在这段的资料, 以及真在心灵的政治里的一些资料, 很可能是出于这个月早先我们读到的谈数字的新形式, 它包含了一些事实上已有许多世纪那么老的一些概念, 不过所涉及的是非常有趣的关于时间, 量子论, 在数字里的无限数及最小数, 模范理论的非标准方法及其他的数学工具。 至少就他对这些观念的了解, 真及赛斯从他们以个人性创造性的方式出发, 在心灵的政治第十九章里, 真由他的图书馆里转录了一部分。 如果你想象一到十的一列官方数字, 那么在你看见的一里, 就会藏着无数个非官方的一, 而在官方的一与二之间有一个无限数目的空间, 在纸上一的位置代表了我们的感官资料世界, 同时在官方的背后, 看不到的一们代表官方的一之隐藏的价值及无限的可能性。 还有, 我们把数字用在讨论时间上是很重要的, 但就如在数字之间有未被认识的空间, 在十刻之间或之内也有未被认识的空间, 而我们身体的某些事件对我们而言是太小了而无法跟随, 因为我们集中焦点在我们主要的系列里, 这些身体事件实际上是无限小但却无限的, 跟随着他们自己的模式, 而与我们的模式相混。 当然塞斯的这个传述与第740节以及第735节都有密切的关系。 柱五 以数学的说法, 一个质数是一个整数, 除了它自己与一之外, 它不可以被另一个其他的整数整出。 柱六 这个房子的关联是那种关联的一个好例子, 那不止有好几个相关的因素所组成, 却还延伸过一段更长的时间。 因为那些合起来的因素, 我在1975年的10月, 在塞斯结束为这个十项券儿的口售六个月之后, 加上了这个柱, 在其中所有的人名都改过了。 当珍和我决定买坡居时, 我们发现在靠西边隔壁的那家, 马上也要卖了。 在我们搬进坡居后不久, 我们新认识的东边邻居法兰克, 告诉我们他认识路易斯·阿金, 他是参加珍1967年9月ESP班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想想埃尔莫拉是一个有将近5万人的城市, 又被拥有差不多人数的较小的小区环绕着。 因此我们想, 这是个有趣的小事, 我把法兰克的资料, 加在我们房子关联的清单上。 法兰克也从事房地产买卖, 虽然他与强森夫妇、 代比或我们透过他买坡居的房地产公司, 并没有职业上的关联。 在我们西边的房子, 今年初夏也空了下来。 在秋天, 法兰克被给以卖那房子的工作, 而很快地卖给了一对米勒夫妇, 他们由一个很远的州搬到埃尔莫拉来。 其次, 正好我由米勒太太那儿得知, 她也认识路易斯·阿金。 除了米勒夫妇几年前, 曾住在离颇具很近的街坊里, 在那时他们认识了路易斯, 他们搬出了这州, 然后回来买了我们隔壁的房子之外, 不利于这种巧合的因素实在是大的不可想象。 不过这房子的关联仍然是独特的, 因为在坡具里, 珍和我发现, 我们在东西两面被夹在认识他早期学生的人当中, 这学生随之对他们提起了珍。 有趣的是, 法兰克把米勒夫妇带回到他们偏爱的街坊, 虽然在像埃尔莫拉这样大小的城里, 在受欢迎的社区, 包括我们的社区, 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些房子要卖。 珍和我显然并不认为, 法兰克与米勒太太认识路易斯是米勒夫妇搬到我们隔壁的理由, 虽然那是在无数其他的因素, 金钱, 时机等等之中的一个可被考虑的因素。 首先, 珍或为什么会搬到一个可能发展出这种房子关联的街坊中? 为什么法兰克被指定来卖我们隔壁的房子? 为什么米勒夫妇正在那个特定的时候碰到他? 而又为什么在埃尔莫拉所有的房地产前客之中, 却是他成功地卖给了米勒夫妇那栋房子? 这种关联与问题, 不论他们的力量以及在他们背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为何, 都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 再次的, 我们不由地想起赛斯在第737节11点25分的资料, 搬家的人是彼此成联盟的。 做这个柱的结论, 我应该补充说, 我们的邻居法兰克还涉及了其他与真和我有关的房子关联, 他们中有些就与刚才描写过的一样的有意思。 柱七, 赛斯在这一段及上一段里的概念与他在卷一的几节里的概念一致, 见第681到第684节, 然后在卷三里见福禄史里的第775节的第15个柱。 柱八, 在回顾时, 我们可以看到神秘主义者的珍是如何的总试着透过他的艺术穿透实像的本质。 我曾借着在未知的实像两卷里适当的时候展示他早期的诗作, 来说明那个学习过程。 在卷一第681节的《注4》里提到过, 针对了解至自导性追求的那些阶段之一, 那包含了他的诗《不只是人》的三行, 那是他在1954年他25岁时写的, 那是我们结婚的那年。 塞斯资料的开始还在九年之后, 那时我俩都不知通灵术是什么。 然而, 如真最近说的, 他一直就在诗里面, 只不过我不了解而已。 现在我想提供的整首诗。 不只是人曾在博岸中行过这些海岸, 不只是我们的神奇曾升起美好的祭坛。 大地充满了非我们所唱的歌, 在周遭有我们没分享的世界, 在中的每声滴答之间, 在隐于我们宇宙之外的宇宙里, 常常的世纪消逝, 而我们时间之永恒有短于一夕或风卷的一夜之飘。